哈囉大家好 我是劉軒家人的佐瑞 我們現在人來到華航馬拉松的現場 今天呢 是華航馬拉松第一次舉辦這個路跑賽事 那這次呢 我是參加21K的組別 開賽時間是下午的5點30分 目前呢 大概是4點鐘 天氣呢 前幾天其實蠻陰涼的 但今天突然太陽這麼大 有點太熱情了 目前體感溫度大約應該是29-28度左右 所以等一下可能比較大的考驗 就是跑的過程 第一個風蠻大 第二個其實太陽還蠻刺眼 那路線呢 它會從大家的和平公園出發 往前跑到 應該是快到南港之前 就會做一個折返 但都是在和平裡面繞 總長21K 好 那我們熱身一下 等一下準備開賽 這次他有安排精英選手 我們有些教練其實是在最前面 但我今天拿到的號碼布是一般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好 不要太往前 不然你再往前之後 上一次Gammerum第一排的經驗 一出去是會被推著往前 所以我們今天稍微在這邊保守一點點 15秒 哇 這塑膠有點小擠啊 前面這邊都會只當跑車 你先想辦法 一開賽 就要先繞個U型 回到這個車道的地方 但其實 這邊旁邊 還有被管制中的車子啊 接下來慢慢調整到我們的目標配速4分半 一開始也不要太急 先稍微調整一下呼吸狀態 OK 上一次Gammerum的時候 跑一樣的路線 但前面半程其實有點辛苦 因為那時候有點衝太快 OK 繼續努力 前面也是一大票人啊 我們要先偷偷找人擋一下風 去塵的感覺 去塵的感覺其實是比較逆風的 風很明顯 所以能擋折擋 偷躲一下 第一公里 4分之物面好 稍快 稍快 這一段開始人稍微散一點 風就比較明顯 也可以稍微慢慢調回來目標的區間 TOK 4分21秒 稍微調整一下 稍稍超速啊 這邊有個小段差 我這裡大概拍4分半 前面那邊也差不多快一點點 但就沒有人幫忙擋風 第一個水站到了 這邊就有滑航空姐 太認真看 差點衝出去賽道 看這一段樹搖得很厲害 風很大 待會這邊就是回程之後 謝謝 回程之後可能會卡在一起的一段 不知道等一下這邊會不會變得難跑 折返後就有點是揮擊在這邊 OK 繼續往第三公里前進 前面又到了水站 好快耶 才4公里 馬上又有第二個水站 加油 4分半 剛剛第4K 4分29秒 接下來通過的這邊就是 關山河濱公園 上次我們從那邊跑看過來日出 現在滑航碼變成日落啦 第5K 4分23秒 第5公里4分23 前面要往彩虹河濱公園前進 彩虹橋 突然想起來我們上次來這邊 畫了一幅圖 不知道還在不在路邊 等下經過頭看一下 看到我的作畫了 雖然有點遠 但等下經過看到他還是有點羞恥 就在那邊 還沒看過可以去看我們 美麗達客製考簽的影片 我們畫了一個早上的作品 就在那邊 這邊是雞五號水門 突然水站就到了 怎麼那麼多水站 它不會停的啦 水只夠容易 剛看那水站還不錯耶 它的前半是水 杯子是白色 後半段是運動飲料 是藍色杯子 所以這樣分得蠻好 跟台北脈一樣 比較不會 不知道自己拿到什麼 第6K 第6K 4分26 滾到夜市香味 目前6.7K 均速4分半 心跳的大約都落在164到168上下跑 比較順風涼的時候 大概164 目標是去城 看能量不要到170 回程再稍微加速一點 我今天的目標設定是 7.5公里 吃一包果膠 然後15公里 回程吃第二條 等一下看到水站 就開始吃膠 第8公里 4分28 吃果膠 好 稍微看一下 可惡 我這邊擺設的 怎麼會是輸跑 可惡我前面 謝謝 可我前面還稱讚他說 白色好像就是水 藍色是輸跑 8K水站馬上繞塞 10公里 4分27秒 95分列車 意外成型 大家跟我們4分幫一起 前面應該快要折返了 前面應該快要折返了 直接斷上坡 就是我們現在要跑的 而且是有點折返跑的狀態啊 車喔車喔 11K 4分25 還好這個坡沒有到很陡 還算OK的狀態 還算OK的狀態 相比Gammerum的大直橋 這個比較短 也比較緩一點 謝謝 我們上橋後 都要下去再往這個方向 繼續前進 最後10公里 11K跑完 48分 多一點點 均速大概是 4分半穩穩的 又是一個下去 180度U-T 下方就稍微放鬆一點 調整一下 一下橋 就有一個水站了 最後10公里 加油 回去10K可能會稍微 看能不能小小加一點點 425到420 試試看 這一段 我們剛剛從對面這樣跑過來 對面跑者現在看起來 是比較多一點 這邊其實就滿散的 算滿好跑的 但是要折返後 人才會稍微少一點點 不然去城 對面其實是比較窄 13公里 4分19 剩下8公里 目前性率172 稍微高一點點 在我的山區下緣 哇 這站也太豐富了吧 薯條、雞塊、土雞 15公里 4分13秒 前面又回到彩虹橋了 距離終點 剩下最後的6公里 加油 大約 25 26分鐘 應該就可以跑完 完賽時間 92、93分 加油 這邊又要上橋了 可惡 上坡又來了 我們要回到對岸 這邊的坡跟剛剛上坡 差不多 哇 終於成功下橋了 最後5公里 水站到了 我們來的時候後面是 所以我要拿前面才是水 第17K 4分15秒 最後4公里 加油加油 快沒了 感覺裝還OK 雖然心跳有點高 現在心跳177 最後2公里 心率有一段上升 還178了 加油 哇 這一段 要往大直橋回去這邊 還不錯 人分流的很剛好 是很空曠的 20K 4分08 20公里 87分 最後1K 大直橋 快到了 心率183 4分準 21K 3分58 91分02 最後1 最後1 直線 抵達重點 走 92分 91分49秒 好累 好累 完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支華航馬拉松的21K獎牌 它是一個梅花狀的 非常有華航的這個風格 後面這邊呢 跟前面 欸 怎麼字都是一樣啊 中文版 英文版而已 然後前面這邊有一個不一樣的花紋 應該沒看錯吧 它這個獎牌是不是通用的 5K 10K 21K 顏色不一樣啦 21K那邊紫色的 喔 因為這邊太暗了 但它的梅花狀都是一樣的 這次的路線啊 整體來說 其實是大家蠻熟悉的台北河濱 就是去城 一路跑到南港那邊 然後才過橋 那過橋那邊是第一個上坡 比較可惜是它是U-turn的折返 其實有點辛苦 上坡折返到對岸之後 又是一個U-turn回來 然後就一路回來 去城是逆風 回來是順風 應該說回城是比較接近無風的狀態 那我自己在去城其實比較保守 跑大約4分25到4分30 秒數大概都是426428 這邊上下在跑 回城啊 在最後10K我就開始微微加速 目標是希望可以跑到 副分割 就是後面希望可以再快一點點 所以我後半程 從425 420 415 慢慢往內加 那最後5公里又跑到4分10秒 往內到3分58 最後一公里 整體來說 體感 終於有比較恢復一點點 因為其實從玻璃馬拉松之後 我的身體狀況 是一路有點 蠻虛的 就是感冒後整個身體 疲累累的感覺 那時候發燒了幾天回來其實怎麼訓練 都覺得跑得很辛苦 所以今天就才比較保守的做法 那 跑到後段其實信心就有慢慢回來 因為我想要加速 想要追人 都還有一點點餘裕的狀態 當然我覺得睡飽也很重要 然後這場比賽因為是星光嘛 所以比較可惜 有點沒辦法改變的點 就是它在河堤 其實很多很多自行車 然後很多在路邊散步的人 但我覺得這也沒辦法到完全管制 不讓他們進來 所以其實這是比較可惜的 你在跑的當中 可能要閃腳踏車 那我們是算是比較前段半 所以應該還好 但如果後半 人很多的情況 不知道會不會 就會全部卡在一起 但比較好的地方是 它回來的分流其實做得蠻好的 就是最後五公里 其實是沒有卡在一起的狀態 好 拍謝我們換個地方 因為現在宇宙人正在開場 等一下還有9M88 這樣比賽有點特色 因為星光嘛 所以還有這個 比完賽的表演是可以看的 那我這場比賽後半段 其實蠻辛苦的感覺 是沒有人跟我 而且人變得很散 所以風變得很明顯 那最後呢 我覺得比較優點的地方 每兩公里的水站很密集 所以不斷的會在 跑一跑 感覺快不行又有水站出現 但是我覺得有點 小小可以更好的地方 其中一個水站 它的白色跟藍色的紙杯 不知道是不是裝相反了 因為我在前面幾個 都覺得白色是水 藍色是運動飲料 沒想到在那個水站的地方 我拿到白色的紙杯 但裡面卻是運動飲料 害我差點淋到身體上 還好沒有淋下去 比較可惜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賽道的體驗 是很好 那在動線上 它的終點 21K跟5K是同一個地方 那10K是另外一個 但是回到主會場 全部擠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點點小小混亂的 那也沒辦法 因為大家在那邊看表演 但21K跑來有點不公平 哇 10K怎麼才一下就到了 所以下次可能考慮爆10K 體驗感受上應該會還不錯 因為早早就回來看表演的這種狀況 因為5K的人 早就有在那邊先卡位了 全部都滿了 根本做不下了 我剛剛做寸步難行 而且今天我這穿白色衣服 沒有紅色背心的 最後我的 滑航馬拉松半程 成績是91分50秒 我覺得還不錯 整體來說 有做到我一開始預設的副分割 前半程算還慢一點 後半程有稍微加速 最後還有跑到3分58 所以我的後半是比前半還快的 均速 4分20秒完賽 整體體驗呢 我覺得如果要拼成績 剛好今天天氣是滿涼爽的 整體還滿適合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來參加 華航馬拉松半馬的初體驗 期待它每一年可以越辦越好 然後這種星光馬的賽事 也可以越來越多 因為跑起來還可以睡飽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我是你的教練 希望大家有喜歡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 掰掰